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集的財經自由港繼續有我和兩位拍檔Simon和Joseph 跟大家講一下一些財金議題 今集我們想回到人民幣這個議題 因為近來大家可能有留意 新聞都會留意到 人民幣可以用風聲鶴類去形容 對美金正在試穿7.25元 如果試穿之前的7.25元 這三個底薄其實就說人民幣和港幣會不會回到一算的水平 指日可待 因為下一格已經是7.75元 即8.25元那些水平 為什麼會跌得這麼急呢 其實市場有幾個傳聞 第一個就是 習近平不知道大腦還是小腦 普京是否不太行 因為其實俄羅斯一直入侵烏克蘭的過程 其實他們最主要是賣自己在非洲金礦 或者是自己的石油儲備 賣給中國和印度去求集一些經費 但是你知道賣來賣去 你總有一天會賣完的 其實近期油價和金價都不是一個帥氣的水平 於是他們收了這麼多人民幣 是不是很怕自己在市場裡拋售人民幣呢 另一個就是昨天的新聞 就是阿根廷用人民幣去償還美元的外債 這件事就出奇了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中國為了擴張外交的影響力 其實在一些中亞地區 或者是一些南美的國家等等 其實它都是不停地撒錢出來的 甚至乎就簽很多 除了貿易協議之外 就是 不如我們用人民幣去計價計算 換言之就是 我印些銀子出來 就去收買一些外交的影響力 於是乎大家拿了一堆人民幣 但是又不知道做什麼就好 那阿根廷就示範了怎麼用 就是我拿來還外債就可以了 就是左手就收了人民幣 右手就給你訂出去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會跳出了 就是之前那個人民幣本身那個困難 因為人民幣 大家都知道有外匯管制 基本上就是北京政府是牢牢控制住 那個所謂有個中間價也好 其實它基本上開多少 就說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如果你市場外面 在世界中拋售人民幣的話 那就不同說法了 就是普京和阿根廷都不是 你中國國產黨可以完全隻手遮天空 射得了 那會不會讓人民幣的跌勢 脫離了原本北京政府目標的走勢呢 其實這宗市場傳聞有多真確呢? 兩位朋友怎麼看呢? 不如先講一下 所謂雙邊貨幣協議是什麼回事 因為其實這樣的央行和央行之間的一個協議 其實就有內已久了 但是真正用得多 其實就是正正是2008年雷曼倒閉之後 金融海嘯 大家記得那時候出現了一些所謂信貸緊縮 所以當時為了緩解這個所謂信貸緊縮 美國聯儲局和很多的央行 包括歐央行、日本央行、英雷銀行 都簽訂了這個所謂雙邊貨幣協議 簡單說就是用本幣去換取美金 當市場很恐慌的時候 央行透過這個所謂雙邊貨幣協議 就通過這個所謂雙邊貨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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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雙邊貨幣協議 說到這個部份的這個所謂雙邊貨幣協議 就是在這些中央雙邊貨幣協議 就是喂雙邊貨幣協議 這個就是雙邊貨幣協議 其實是在那邊說到尋順共3 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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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之間 還是很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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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的 有少到少了一部分資金緊張的問題 如果那不然可能價錢 這個雙邊貨幣協議大家看到有用就不斷地擴大 人行其實本身為什麼會做這個雙邊貨幣協議呢? 其實它反而的目的就是想擴大人民幣國際化的使用 所以你看它跟很多比較發展中的國家 比如剛才說一下丁廷、巴西甚至俄羅斯 以至本港其實都有這個所謂雙邊貨幣協議 就是希望可以擴大人民幣的使用 過去這兩句時間我看到其實包括一些內地的媒體 因為要解釋所謂人民幣急跌的原因 有些人就開始找到這個源頭 會不會是這個雙邊貨幣協議 好像剛才說有些央行發現自己的資金緊張了 又換不到美金 就用這個雙邊貨幣協議 既可以用本幣換取人民幣回來 然後人民幣再跟美元做一個兌換 或者是一個套凳 因為中美之間的貨幣現在有一來半的息差 這個大家一直有這樣的揣測 但是直到就是剛剛剛剛說的就是 IMF和阿根廷證實了 真是阿根廷動用了雙邊貨幣協議 用人民幣大概11億的人民幣 去還取 11億美金等值的人民幣 去換取向IMF還他的美元債 這個就證實了大家的想法 就真是阿根廷央行動用了大概是80億人民幣 其實80億是不多的 因為它和人行那個所謂雙邊貨幣換協議 是說1650億人民幣 動用了很少部分 但是正正它是不需要動用它現在手上的美元儲備 就可以用人民幣還了IMF的部分債務 因為IMF本身都是接受人民幣特別是作為SDR 就是所謂的特別提款權 所以這個就證實了大家的想法就是 原來有些國家真的用了這個所謂雙邊貨幣協議 去還債也好 甚至會不會中間做些套凳 換取人民幣再換美金呢? 這個過程裡面就會看到人民幣反而 就是別人說是割韭菜了 就變成了被各個用來利用去 就變成了一個投資工具 可能是賺息差 可能是換成美金 變成人民幣增加了一個貶值壓力 但是我自己覺得 可能這個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但是過去兩個月人民幣變勢這麼急 其實最大的理由我覺得都是中國經濟 我們過去都說了幾集的那個經濟數據 是反映那個經濟狀況嚴重失速 所以才寧願資金撤出中國脫離人民幣 這個我覺得才是最大的貶值 就是貨幣互換協議 好像剛才Joseph說的 就是在08金融海嘯之後出現 但是當時最主要就是用美元 去做這個互換的對象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世界只要每一次出現什麼的危機都好 那些人就會搶美金 而當時美國聯儲局提出這個安排 就是廢話你一個國家 因為等錢花的時候就被人拋售 或者自己要拋售自己的貨幣去接美金 那你接美金就是令到美元這樣去匯率上升 其實對美國都不是很好 那你見到在澳湖戰爭那一期 其實又是有人搶美金呢 那你見到這個世界的貨幣秩序是忽然之間都亂了 那在這個環境之下其實就是幾個教訓 第一就是其實美元作為一個國際貨幣的一個基礎 其實你說美國有沒有一定的代價 其實它都一定 就是其實很多人就覺得美國很著數 其實美國都負擔了一定的責任 負擔了一些代價 你中國要想做這件事 你就要看看自己有沒有這麼大的頭戴這麼大的帽 包括有時候你都真的要被人收割一下 好像這一次的 你阿根廷就take advantage of你的制度 那還好 現在因為有兩個不同的貨幣給它套凳一下 理論上匯率的風險就它不用擔心了 因為有了這樣的互換協議 那我到時就是你大不了你就拿了我的抵押品 我印些阿根廷紙給你 你肯給人民幣我 我國際會又肯收人民幣去找我的國債 那就大家一大一歡喜 但是這個情況就是 告訴了中國人民銀行 你想做國際貨幣嗎 那你現在開始就要了解一下 你要做國際貨幣的時候 你要有某一定的道義責任 有些成本 你不要以為真的這麼著數 那另外一件事我留意到就是 其實這個長期一點的歷史 大家看人民幣的匯率 從2005年開始是一個大變 其實2005年人民幣匯改 是連同香港聯繫匯率一起改 即是香港的聯繫匯率 雖然我們是用美元掛鉤 但是其實從那時候開始 已經在想什麼人民幣國際化 主義處女是要找香港 去做很多功夫 所以連香港的貨幣制度 都因此而改變了 但是從2005年到2014年 你看到人民幣是走單邊的 只有越來越強 人民幣對美元越來越強 所以其實那十幾年 就是由2005年開始一直下去 其實香港一直都 某程度上受惠於這樣的不平衡 大家看到的景象就是 越來越多中資 越來越多中國大陸來的消費 但是我想補充一點就是 其實你如果看 就算我剛才說的那段日子 由2005年到2014年 中間有幾年 其實人民幣匯率沒有怎麼變過 是什麼呢 就是金融風暴 那大概十六七個月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根本它都不斷在那個時候這樣升值 人民幣都要跟著變 所以其實為什麼在國內 就推4萬億推那麼多 就是擴大財政開支的做法 就是用那個時候 是要來保持自己 那個貨幣的整體的balance sheet 那好了 有趣的地方就是 由14年打後 其實人民幣不再走單邊 理論上是有一個區間 那其實很多匯率的形成機制都是這樣 先是由固定匯率 然後就走單邊 走完單邊之後 到一個比較自然一點的 有波幅的 上下限這樣走 但是其實這次為什麼大家這麼緊張 因為我們其實就挑戰好幾次 就是過去這麼多年來的那個所謂上下限波幅 就是如果你用大概金融風暴那個時間點去做參考 金融風暴那個時間點大概 如果是人民幣對美元呢 就大概是6.8對1左右 那這個位置其實是一個 我想這個是一個幾句參考 其實穿過幾次而已 穿過幾次包括幾次呢 包括15年股災後 穿過一次 第二次就是18年貿易戰之後 第三次就是去到19年 其實那時候經濟已經很一般 就是我很多時候都跟人說 其實疫情只不過是 將19年開始要出現的衰退 掩蓋了大家不要覺得 疫情期間就全世界都亂了 大籠了 再下一次呢 就已經是去年的十月底 十一月初 其實那時候就是我戰爭 開始出現轉捩點 現在又再出現一次 其實每一次都是反映兩件事 一就是可能大家相信那些地緣政治上面 中國處於劣勢的日子 第二就是通常都是中國經濟很不行的時候 但是這次現在我們看到中國經濟很不行的那個 那些景象似乎是確認了 還有大家會覺得 是不是還會有一段日子 如果還會有一段日子 大家的預期就是 會不會繼續穿位下去繼續跌下去 如果大家有這個預期 覺得人民幣匯率長期會再偏弱些 那這些心理關口 好像剛才Baji說過 穿了一些心理關口 心理關口是要來穿的 不斷地穿下去呢 那你就開始就會出現兩個問題 因為你匯率弱 你很快地跌就會引發那些急速的通脹 就很影響政局的 慢慢地弱呢 其實就可能 我都buy一個想法 就是其實中共都希望人民幣匯率 在一個中期的時間是會再弱些 因為這件事都不是真輕出口 真輕出口很小事 是防止資金外流 當你匯率越弱的時候 其實你資金外流的動力就越小 反而資金流入那個 就是誘因就大了 就是那些東西便宜了 去買一些 買貨物就事少了 現在全世界都是想著買資產的 最重要大陸想買什麼 買債券 他現在很需要發債 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 甚至乎是企業 那我覺得呢 為了要令人民幣債可以有很好的出路 可能他真的會再弱些都不定 但是他又不可以令到有那個 就是預期就是 你長期都要弱的了 那又會加回到息子裡 因為有通脹 所以其實要平衡這件事不容易 那看一下他們怎樣駕駛這輛車 現在 講到這裡其實我想提一下 就是剛剛人行 就是中央政府委任了新的人行黨委書記 他就是現在的人行副行長潘功成 那相信很快他也會接任人行的職位 這個部署其實似乎看到 是符合現在我們說的 就是人行的一個匯率上的一個政策的改變 潘功成是誰呢 其實他是2011年前 他是農行的副行長 當時農業運行上市 他是一手包辦 所以國際投資市場對他是相當熟悉 2015年之後他除了做人行副行長 也都接任了外管局 就是管理外匯的一個重要部門的局長的職位 所以其實他在日行的資力是相當深 但是為什麼之前不是傳他呢? 大家記得我們去年說中央政府改組的時候 曾經傳過就是人行的行長會由中信集團的諸學生接任 而人行的黨委書記就會由現在的副總理何立峰接任 何立峰當然就是習近平的親信 但是最終這兩個傳聞都沒有實現到 反而是由潘功成很可能會既接任行長職位 也都是做了黨委書記 如果他兩個職能都包了上身 其實他比現在的行長易剛是更加具權力 因為易剛只是出任行長 而黨委書記就是由郭樹清去接獎 那潘功成這個人大家不要笑他 我當時做上的新聞都看到他的資力是很深厚 也都熟悉國際市場 那相信他跟其他全球央行的接觸 都是很有經驗 那現在這個時候找他去接獎行長 其實我相信中央是看到 無論在回頭政策上、經濟的變化上 是出現了一些轉化的信號 所以就不可以不找回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士 去接獎人行這個職位 而不是以前好像習近平那樣強調 要靠自己親信 那易剛在2015年去制定人民幣國際化之後 其實他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其實由他去接獎這個人行的行長職位 我相信其實木耳萊在那個匯率政策上 可能會有一些微妙的變化 會不會就是正在正實而實踐了 剛才三人說的就是人行希望那個人民幣是長期貶值 但是中間也都不希望出現一些無罪 失控式的貶值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大家留意 也都小心人民幣 雖然長期可能會下跌 但是中間會不會有些反風 有些會價夾式的情況 對這些大家要小心 還有從這個觀察 我覺得有一件很諷刺的地方 就是雖然這個幾年來我們看到 就是中共對世界的那個態度好像很強硬 但是你看到其實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是越來越明顯和越來越嚴重 而這些這樣的問題 其實基本上真的跟外邊的世界沒有關係 不是別人搞你 那麼好了 現在到他們現在這樣的狀況 對外的情況 你說他們是不是可以短時間之內 假裝沒事可以繞回頭 好像我們上次說的 就是我的感覺好像九一九二年那樣 就是糟糕了 然後怎樣呢 現在我是隱約有這種感覺 所以你甚至乎你看到那些官員的任命 調配 似乎都已經沒有 真的他剛剛 就是習近平林莊之後 那個 那麼一面倒的情況 但是呢 我覺得這次和九二年最不同的是 九二年他就算扮東西 他都扮了將近二十年 由九二到一二年 都還是扮中國和平掘起 諸如此類 你去到現在這個地步 你是不是可以這麼容易收回頭 我就很懷疑 所以接下來一段日子 我相信在大陸做官的人 包括甚至乎在香港做官那些人 是會很無所適從 有時候又要很戰狼 有時候突然間就是我們和外國 是要建立某種兩口關係 就是現在是一個新的中國學 就是第一件事就是要跟 我想其實那些洋人都有一定的認知 就是為什麼有時候他們好像又想跟你聊一下 你跟他們聊完之後 十五分鐘之後他出了那份聲明 不知道為什麼又會 措辭好像這麼強硬要找交來爬 就是我發覺這個將會是 可能中國的新常態 所以現在說什麼 耶倫接下來又會去一去大陸 肯定耶倫去完大陸 他們那些文宣又說 你看看耶倫現在來 要求我們買你美國國債 諸如此類 但是其實可能在討論裡面 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制裁我們這麼多人 那種精神分裂的狀態 將會變成這個中國新常態 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作為觀察的人 可能會需要調節一下 對香港聽眾 人民幣貶值 對香港聽眾 還會有什麼實際上的影響 我想第一個大家會想到的就是 因為人民幣和港股的關聯提數很高 那港股會相對弱 另外某一些警員 可能很喜歡去吃海底撈的會便宜了 但是除了這些小事之外 其實還會不會有些經濟上面的 或者大局上面的影響 或者是風險會出現 大圍的資金流向 通常在人民幣弱的時候 就反過來是香港 就是南水北調的機會多些 所以接下來的日子 反而你會看到 至少在香港的市場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有這樣的風去吹 就叫人買這個買那個 其實以前買的概念 會是買北水下來 但是接下來我猜他們要推銷要買的 就是說 哇我們買大陸的東西很棒 你看看人民幣越來越跌了 就是會多了很多反而反過來 又叫你香港回大陸買東西 香港人回大陸消費 其實香港人回大陸消費 都不是很久歷史之前的事情 所以接下來甚至乎香港人回大灣區居住 趁現在大陸的樓價便宜 匯率、紙水又低 就是這些這樣的事情 將會在香港出現的了 已經出現了 其實我有些朋友或者有些讀者都有問我 因為過去一、兩年都不是說很久 可能是年多前 人民幣相對比其他貨幣 都是比較高息一些 所以很多人又將自己的資金 就換了人民幣 既希望收息又可以升值 但是現在糟了 因為過去一年美國不斷加息 甚至乎港元的存款利率都有四、五厘了 但是人民幣反而在減息 可能在說離幾、兩年都不夠 變成又虧息又虧 那怎麼辦呢? 那的確是比較煩惱 因為這個很未來 就很視乎你自己怎麼看 人民幣的走勢 是不是有機會是見底呢? 會不會去回7.3 所謂究竟10月的疫情 但是你會有些反彈呢? 這個自己要衡量 但是我想再說寬一點 就是其實我們剛才剛開始說的 貨幣互換協議 其實香港和人行 換身金管局和人行 都有一個貨幣互換協議 那這裡說的是港元 是9,400億的港元 那2人民幣大概是8,000億人民幣 那這個貨幣互換協議 其實跟其他貨幣互換協議都一樣的 那其實視乎誰需要 那大家也可以互相動用 但是有一個不尋常是 去年7月 人行和金管局 把這個貨幣換協議 由3年期一次 變成了一個常備的換協議 就是說沒有期限了 就是大家什麼時候換就什麼時候換 不需要再續期 那這個是有些不尋常 因為通常一些貨幣換協議 譬如我們說08年 那時候很緊張的時候 說的貨幣換協議的期限都是3個月 但是現在變成了沒有期限 那另一個 這個令他們 那些讀者會擔心就是 會不會 因為坊間也有些說法 會不會人 中國就是透過這個貨幣互換協議 就換走了香港的 安匯儲備、財政儲備呢 你說的9,400億的規模 就是那個港元的貨幣換規模 大概佔現在我們安匯儲備 就是3千億是兩成八 近三成的規模 如果真的它這樣換走了 那是不是真的會蠶食到我們外匯儲備呢 但是反過來其實 反過來是香港動用過人民幣的外匯儲備多些 大家記得過去有一段時間 因為離岸人民幣的流動性不足夠 曾經試過在離岸人民幣 是試過一些夾息的行動 當時金管局反而是要透過換協議 要求人行是給一些短期的人民幣 去香港的資金池 是舒緩那個所謂夾短式的情況 反過來就是人行換港幣 就好像沒有所聽聞 所以如果在這個層面說 就似乎是不那麼擔心 真的會逃空香港的外匯儲備 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一些特殊 大家令人擔心的情況就是 會不會是譬如一些很非上派的情況 或者一些緊急的情況 包括如果在一些戰爭狀態之下 內地需要美元 而港元仍然和美元關係的時候 港幣其實就是美元 會不會在這些情況之下 會動用這個所謂換協議 而換走一些港元呢? 這個就是一些很挑出框框的想法 到底會不會發生 負責任法的情況 或者是負責任法的 其實這個怎麼說 有一個法律的問題 理論上在這個時候 港幣發揮到它的作用 因為它是一種強勢貨幣 人仔想要借港幣借去美金 去頂一頂人仔的匯率 無可後費的 這個操作是可以的 但事實上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呢? 因為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 根本有一個market maker 就是你自己的中國政府 你自己真的可以做到 你是否要透過香港這條swap line 去幫你頂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它推出那時候我已經有這個疑問 所以那時候我只是給你們香港借人民幣 這些當然是雙邊的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我都不是說沒有想過他們的這個argument 但我就說我是擔心什麼呢? 我是擔心如果有一個時候是港元和人民幣 同時之間都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有沽受的壓力 那你人民幣要頂而已 我港幣也要頂啊 大佬 那你就拿下了我的港元要頂著的美金 就跑去頂你人民幣 我找什麼頂港幣呢? 就是香港的貨幣發行局的制度 其實目標 就是功能只有一個 就是要來捍衛港元就港元的了 就是金管局的責任理論上只有一個而已 問題就是你現在僭建多一個責任就是能不能幫我看人民幣 那這個又回到我剛才說的 為什麼2005年的人民幣會改又要動到香港的聯繫匯率的機制呢? 那原因就是你知道兩者是有一個可能是會一起被人沽 一起被人墜擊 升值不害怕 因為升值你自己喜歡就引起多一點的嘛 你是怕被人沽受的時候 你有沒有能力去守住 你絕對有可能是人民幣和港元同時間被人沽 你為了救誰呢? 那就是好像那些 老婆和女朋友一起跌下海 你救誰呢? 當然是大家心照了 救誰呢? 那時候 所以我最近看到有一個評論在外邊就是說 捍衛人民幣的代價就是放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我聽到這句話 我覺得是的 如果最終人民幣是需要要捍衛的話呢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一起會斷送賣的 我不知道那個scenario是怎麼樣的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人民幣要捍衛 現在還沒去到人民幣捍衛 現在它是由它跌的 但是到了有朝一日 是跌到連你人民銀行都頂不住了 那時候其實就同時之間香港都還完了 其實不是沒試過 以前香港是英鎊區的 就是有講一下歷史的 香港是英鎊區那時候 英鎊出現危機 香港都出現銀行危機 就是在說六七那段日子 那結果怎麼樣呢 去到後來英鎊頂不住了 港元是可以跟英鎊區說脫鉤之後就繼續用美金 其實當時香港已經是de facto用著美金 所以香港轉美金是一個很順滑的過程來的 那你是不是到時香港政府有這一種自主權 可以向北京說脫鉤 就是你人民幣那些事不要搞到我了 我們香港就繼續捍衛回港元先 如果可以好像當年的港英政府這樣向倫敦說脫的 那香港就有條生路了 是不是?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覺得香港以前是英國殖民地 以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可以向倫敦說脫的 在貨幣政策就已經發生過了 現在你香港政府可不可以向北京說脫?不行啊 不行就攬炒 攬炒 其實現在不是香港人要香港攬炒 現在是北京搞到香港和你攬炒 當然了 小粉紅和男朋友眼中就是 沒事的 沒事的 共產黨不會被這件事發生的 共產黨很不想很多事情發生都發生了 我想特殊狀況會不會發生 怎樣發生 或者是一些地緣政治的大格局 可能我們每個人就控制不了 但是資產怎樣調配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控制這個範圍 大家要記住 當一些特殊情況 例如最極端戰爭的情況出現 不論是人民幣的100元也好 你手上拿著那張港幣的100元也好 其實在那個環境下 其實都是一張無用的分子 所以怎樣去調配自己的資產呢 其實在現在這個大時代 都是一種學問 我想各位陸者可能都要慢慢去仔細想想一下 這一個這樣的課題 究竟我們怎樣去調配我們的資產呢 不論你是做一些不同的貨幣的分散風險也好 不同種類資產的分散風險也好 都是大家要去想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一集同樣時間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